大家好,歡迎收聽AEA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關於韓國方面新的APP 或者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現在很多國家的出身率普遍偏低 近日韓國有一位女士推出了一個手機APP 可以幫助工作的女性容易找到人去照顧她們的小朋友 其實韓國長期以來這個國家的出身率十分之低 可以說全世界排行榜經常都是名列前茅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因為其實在韓國男女之間工作的待遇差距相當大 女士來說如果在職場上要照顧小朋友 很多企業都不會太願意去聘請 即是需要照顧小朋友的女性 沒有小朋友的女士就會在職場上往往容易找到工作 就是因為這一個其中的原因 令到很多女性就選擇不會生小朋友 加上一旦生小朋友 大家都知道無論是財政負擔 或者需要付出的時間都相當之大 而現代女性往往都追求想自己有一個獨立的經濟來源 希望擁有自己的事業 這些都是導致韓國出身率十分低的原因 我們說回這個手機APP 它就叫做Mum Sister 目前已經有超過100萬個用戶在使用 其實這個APP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都登入了這間公司的網站看看 它們其實是一個matching的platform 即是說只要用戶登記了之後 就可以在平台上找到很多的寶物 我覺得這個平台其中一個成功的原因就是 對於這些寶物來說 它們可以更容易找到工作 以及工作時間十分之彈性 譬如只需要回一天也可以 對於用戶來說也是十分之方便 因為它未必是想找一個全職的寶物 有時候它工作上可能只是某些時間特別忙 需要有人幫忙照顧小朋友 它就可以只選擇那幾天 例如它下個星期要出差的去其他城市 只不過是需要下一個星期 可能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它亦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輕易找到寶物幫手 至於平台的收費模式又是怎樣呢? 它有兩個方面都有收益的 第一當然就是針對用戶 用戶想用這個平台的時候 就是需要加入它這個月費計劃 加入了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 跟你感興趣的寶物接合 當然如果你發覺每個寶物都不適合心水 其實它亦都是有一些退款條款 有機會作出部分的退款或全額配款 另一方面它亦都會針對寶物會有一些服務提供 例如是保險的服務 這個保險是說哪方面的保險呢? 其實就是保障保護 萬一有什麼疏忽的時候 需要作出賠償 可以買這些保險 就由保險公司 就向這個用戶作出賠償 我這樣看的時候 就這一間手機應用程式的公司 它似乎就不會跟保姆建立一個僱傭的關係 所以保姆提供的服務 就直接對回用戶 這個平台只是提供一個配對服務 就著用戶可能亦都會有點顧慮 顧慮些什麼呢? 就是可能會覺得 究竟這個保姆它有沒有相關的經驗 或者它有沒有相關接受過的培訓 資歷等等 這些通通的資歷認證 其實都會在這個平台看得到的 即是說平台作為第三方 它會幫忙檢查這個保姆 是不是有相關有經驗的證明文件 或者它有些想培訓得到一些認證 也都是第三方這個平台會檢查 得到認證之後 也都會在保姆的profile 那個簡歷上面就會顯示出來 這個平台日漸成熟 亦都是有奶有投資者投資的 那麼韓國的開發銀行 和一些本地的投資者 其實都提供了一個 接近一千萬美元的資金給它 所以就令到這個平台能夠得到一個非常快速的擴充 希望這個APP能夠幫助到韓國解決到部分出生率低的問題 今集內容先簡單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之後再看我記得 第十五年 我經營的房間 最愛的黃色的職位 各位剛才說 其實我們很快的